甩开更年期不适。 时大养生时了,让奶五时依旧一朵花。 无论是男性或女性,都得面临更年期生理上的转变与困扰。以女性为例,平均会在48岁左右步入更年期。 随住卵巢萎缩,和耳蒙不足,致使身体陆续出现潮红,骨质疏松,睡眠品质不佳,性情不稳定等混乱的状态,说得直接一些,这些其实都是衰老的现象。 虽然生老病死是生物必经的自然过程,但还是可以透过食养法克服障碍,延迟老化,减缓不适。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,但要怎么老得健康有尊严,是现代人必修的学问。 如果活得长寿却不健康,那绝对是痛苦的折磨,连带也把全家人的幸福一起陪进去了。 因此,应该更积极地面对老化的过程。 舒缓更年期障碍与改善越是不顺,在食疗调养上有助异曲同工之妙,都是借重蜂王香、山药、牛磅、当归、榴莲,以及蚁仁和黄豆等食材,即以促进激素的分泌, 使出劳生活更加悠游自在。 利用食养饮品,对抗更年期障碍。 进入更年期后,因抵抗力逐渐下降,亦反复感冒、生病,且随住岁数增长,新陈代谢变慢, 陆续出现血压、血脂、血糖指数的攀升,甚至罹患心血管等慢性疾病。 想克服更年期障碍,可以多运用对症饮料和蔬果汁。 在抗衰老的食材中,以蜂王浆举手蜂。 在抗衰老的食材中,以蜂王浆举手蜂。 她的酵素最强,能在短期内渐小,改善更年期症状。 她的酵素最强,能在短期内渐小,改善更年期症状。 山料和黄豆则含有天然荷尔蒙与植物蠢,适量食用能减缓更年期的障碍。 饮用的同时能摄取山料的淀粉和纤维,特别是和体质虚弱,能量不足者,既能解渴又带有饱足感。 牛蒡姜汤,糙米青汤,黄芪红枣枸杞汤。 牛蒡姜汤和糙米青汤可当作解渴茶饮,牛蒡所含的菊糖,是促进荷尔蒙分泌的精氨酸,能减缓身体衰老的速度。 糙米青汤滑润可口,能提供身体细胞重要的保护。 而带住淡雅香甜的黄芪红枣枸杞汤属性偏温,对寒性体质的人来说,再适合不过。 胡萝卜苹果汁,凤梨苹果汁。 。 如出现贫血,头晕,低血压的症状,建议饮用胡萝卜苹果汁。 。 餐前一小时内可以用分离式榨汁积萃取原汁,较不会影响食欲。 。 若理正餐时间较长,可用食物调理机搅打,保留膳食纤维,较有饱足感。 。 又如果是食欲不振,打嗝不断,消化不良的更年期患者,饮用凤梨苹果汁能缓解肠胃的不适。 。 净血蔬果汁,高C果汁,回春精力汤。 。 净血蔬果汁能净化血液的浓度,一更年期障碍的严重程度,一天饮用一至三回。 。 而高C果汁则能借维生素C提高抵抗力,舒缓疼痛与贫血,则建议一天喝一至二回。 。 回春精力汤强调延迟老化,普遍适用于每个人,可当作早餐饮料。 。 欧阳老师的丁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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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步入更年期。 随助卵潮萎缩,和耳蒙不足,致使身体陆续出现潮红,骨质疏松,睡眠品质不佳,性情不稳定等混乱的状态,说得直接一些,这些其实都是衰老的现象。 虽然生老病死是生物必经的自然过程,但还是可以透过食养法克服障碍,延迟老化,减缓不适。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,但要怎么老得健康有尊严,是现代人必修的学问。 如果活得长寿却不健康,那绝对是痛苦的折磨,连带也把全家人的幸福一起陪进去了。 因此,应该更积极地面对老化的过程。 书款更年期障碍与改善越是不顺,在食疗调养上有助异曲同工之妙,都是借重蜂王香、山药、牛磅、当归、榴莲,以及艺人和黄豆等食材,即以促进激素的分泌,使出老生活更加悠游自在。 利用食养饮品,对抗更年期障碍。 进入更年期后,因抵抗力逐渐下降,一反复感冒、生病,且随着岁数增长,新陈代谢变慢,陆续出现血压、血脂、血糖指数的攀升,甚至罹患心血管等慢性疾病。 想克服更年期障碍,可以多运用对症饮料和蔬果汁。 三合一蜂王香,山药豆奶。 在抗蜀老的食材中,野蜂王将举首位。 她的酵素最强,能在短期内见效,改善更年期症状。 山药和黄豆则含有天然荷尔蒙与植物醇,适量食用能减缓更年期的障碍。 饮用的同时能摄取山药的淀粉和纤维,特别适合体质削弱,能量不足者,既能解渴又带有饱足感。 牛蒙姜汤 是促进荷尔蒙分泌的精氨酸,能减缓身体衰老的速度。 糙米清汤滑润可口,能提供身体细胞重要的保护。 而带住淡雅香甜的黄芡红枣枸杞汤属性偏温,对寒性体质的人来说,再适合不过。 胡萝卜 胡萝卜苹果汁,凤梨苹果汁 。 如出现贫血、头晕、低血压的症状,建议饮用胡萝卜苹果汁。 。 产前一小时内可以用分离式榨汁积萃取原汁,较不会影响食欲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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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老师的叮咛 打造好身体的基础 快乐迎接生命的另一个里程